虽然因为疫情多少受限了外出行动 但孩子的想法创意人活跃的源源不绝产生 这套无接触是防疫电梯 利用手机就可以控制电梯上下楼 不用再按按键减少接触风险 那我们就是想说最近疫情的影响 那民众在搭乘那个这种电梯的时候 多少会先担心 那我们想说能不能以不接触到电梯按钮的方式 就可以操作电梯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概念就有这个想法 那我们就是以手势感应器的方式 就是用上下左右 然后来控制电梯的开门关门跟上下楼 那我们额外也有建立了一个APP 然后也可以以APP的方式来控制 还有这组自动解魔术方块系统 不论将魔术方块扭到夺乱 一放入机体中 大约两分钟时间就可以复原 我们结合了我们这三年来所学到的 这个一年级我们学到了西加价 那二年级学到Arduino之后 因为西加价 Arduino是以西加价的架构来写的 所以我们加了Arduino的主机 来进行那个控制版的那个讯号传递 三年级我们学到了树莓派 那还有Python 所以我们用那个树莓派作为主机 来传递那个影像辨识跟文字讯号的工作 然后传给Arduino 然后再传给控制版 让我们驱动马达 让它做进行转动 所以这个作品是结合我们这三年来学习的成果 所做出来的 如果没有这三年 其实少任何一步都非常难去完成 罗东高宫在图书馆自主学习中心 展出的毕业生专题展 集结资讯科 电子科 电机科 机械科 建筑科 汽车科 制图科 展出27项专题 26项实习成果 在疫情间克服许多不确定因素 作品还都比以往多 值得鼓励 专题实作 就是希望学生除了在学校念书 还希望他能够动手操作 那把学校念的这些理论 然后他们的这个 跟动手操作可以结合 再加上学生的创意思考 那可以有一些个不同的东西出来 那这是我们因为 今年高三要毕业的 他们是108的第一届 那我们希望从今年开始 我们每一年都可以办一个 这样的一个学生的这种 所谓的成果展 那透过这个成果展 一 展现我们学生学习的成果 再来也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成果 可以让乡亲们知道 就是说 罗工其实 不是只是在那里做黑手 我们还有很多可以设计的 甚至有很多是属于高科技的 都属于是我们学生 可以这个 制作操作的一个范围 本来成果展规划要对外开放 但考量疫情 今年仅在校内展出 因为学校也是国中教育会考考场之一 5月21和5月22会考两天 可开放给校内外师长参观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和财工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